報告院會 今天是第十一屆 第一會期 最後一個院會日 我想這個會期啊 大家一定都收穫很大 學習很多 感慨也很多 我們是三黨不過半 一百一十三位立法委員 幾乎有一半是新進的立委 難免會有碰撞磨合 我們也打架 吵架 拉扯 但是我們也有溫暖 團結 合作 三十多年前 我第一次當立法委員 在台下質詢官員 每天磨刀霍霍 充滿著理想 想要值強力監督行政部門 三十多年之後 坐到院長席位 看到委員跟官員的互動質詢 我真心的感覺 民主實在太可貴了 所以在這個一個會期 我們的磨合 我們的努力 我們的衝突 不管怎麼樣 我們得到了相當不錯的成果 各位親愛的委員同仁 我們通過了五十五個議案 包括法律案四十個案 條約案三個案 複議案兩個案 以及其他議案十個案 這裡面分四大塊 包括保障人民的權益 提升再生醫療 打擊詐騙的危害 防治詐騙 詐欺犯罪危害等等 強化保護海洋生態 以及維護軍人跟勞工 所以非常非常的不錯的成績 來跟大家一起分享 都是大家的努力 在會期即將結束的時候 我們國瑜 向代表立法院 向所有的黨團 所有的委員 以及全體工作夥伴 以及媒體朋友 還有助衛警的同仁們 以及海內外關心立法院 所有的好朋友們 致上最高的謝意 也祝福所有委員 在休會期間 大家平安健康 祝福大家 謝謝 現在宣布上會